假訊息是怎麼產生的?為什麼會有假訊息? 中佳寬平長期深跟媒體試讀推廣課程 這次則是來到基隆高中 邀請李嘉懷導演分享假新聞和手機攝影技巧這兩大主題 讓基隆高中的高一新生們利用暑假期間增進媒體試讀的能力 那現在的孩子都是數位原住民 對於這些數位的器材的運用 他們會非常非常的有興趣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真的要謝謝基隆電視跟基隆市政府 為了這些孩子 讓他們能夠有一個機會展現他們非常好的一個一面 那在媒體的這樣的一個製作過程之中 更也要注意到所謂的網絡的倫理 那像一些網絡上面不該有的一些行為等等 也要注意到 現代人大量吸收網路資訊 但網路上的資訊有多又雜 因此上班堂課中 李嘉懷導演向同學介紹何謂假新聞 以及如何透過網路資源辨識訊息的真假 既然是手機接觸到的訊息 我覺得最快最方便的方式就是從手機裡面再去做搜尋 比方說在台灣事實查核中心裡面也有官方的line 那上面就可以把最近可能是24小時之內等等的一些訊息做一個過濾跟澄清 像是遇到簡訊上不明原因出現的訊息可以跟別人再三討論 或者是下載一些程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而在下半堂課中 李嘉懷導演將自己最拿手的攝影技巧分享給同學 並且利用課程時間練習運鏡 學習用鏡頭語言表達自己的想法 讓同學們收穫滿滿 就是你的手要保持穩定 那如果沒辦法穩定 就是可以藉由像擺在桌子上 或是一些指甲的方式做一個穩定的動作 我個人認為是非常有趣 對未來的幫助非常大 我認為這是一個比較立體的學習的方式 不是單一的去了解訊息來源的真偽 而是我們也透過影片的製作 不同的鏡頭語言 然後去環圓 然後去思考 基隆高中聯耿毅老師特別提到 同學們未來會需要製作學習歷程 因此今天課程中所學到的攝影技巧 會對同學產生相當大的幫助 那我們希望同學能夠在這一次的活動當中 學到如何運用手機來拍攝影片跟照片 因為他們未來的學習歷程 要用手機的照片跟影片去呈現他們的學習生活 李嘉懷導演在兩小時的課程中 不僅幫助基隆高中的高一新生們 深入了解假新聞 更分享了專業的攝影技巧 讓同學們現場操作 在導演與同學熱絡的交流與分享中 為今天的課程畫下完美句點 記者黃少明 李亮傑 基隆報導